好同学我们继续看深度模糊计算及应用 好那我们来到6-2 那6-2的话就在前面讲过说 这种 reasoning reasoning 有没有 所以就慢慢要用一个非常严谨的话 来看待这个 reasoning 所以整个标题叫做 Fuzzy Logic and Approach Approach Made Reasoning 就是说模糊逻辑跟近似推理 或推论都可以 好那我们来看Basic Principle in这个Fuzzy Logic 就是说在前面一再强调 这个作者也 我看了这本书的那个参考的作者 他一再强调 The fuzzy logic is to provide a profil reasoning with a precise proposition using fuzzy set theory as a principle tool to give human like 那human like的influence是我加的 我加的就是说非常重要 我要给一个human like human like的一个就是说 让人类的这种逻辑思维的方法 可以用一个模糊的方法表现出来 那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有它的一个严谨性 那前面讲过这个 那等于说我们就把前面的逻辑 前面逻辑那个 刚刚前面看的是一个很标准的什么 很标准的这个传统逻辑 那现在把它变成什么呢 把它变成是我们的什么样 我们的这一个 它变成广义的 前面多了一个generalize 这个modeless bonus 就是广义的肯定前见 它是等于是由P来推延 我们看出来 由P来推延 所以叫广义肯定前见 那第二个的话是否定由灰Q对灰P 所以否定后见它多了一个广义 generalize 它因为把传统逻辑把它广义成这一个 就是传统的这一个逻辑 它把它怎样 变成模糊逻辑 模糊逻辑 那后面一样 这个广义假言三段论 那这个平常我们用的比较少 好 那有这样的观念就可以了 那再回来看看前面这一段 前面这段就跟前面有点不一样 就是说 你看我把那个模式给你们看 就是说 我先把这个整个模式给你们看 我在整看英文 英文看起来就是比较 这个文组组 叫它讲说 有两个 Fuzzy的那个Proposition 一个X is A' 跟刚刚不太一样 If X is A then Y is B As什么样的 Premises Based on X is A' And if X is A then Y is B The fuzzy conclusion Conclusion 这个Y is B' Can be这个inferited where A A' B and B' are fuzzy sets 那我们前面讲过说 X是Linguished Variable Linguished Variable 那真正的核心 你可以看到 在推论的时候核心是这一块 这一块我们看出来 可是当你这个整个核心的 这个逻辑的那个架构 If name的架构 建好以后的话 当我另外一个前提来的时候 可能会失去什么样 失去这个准度 就是不见得怎样 不见得它是百分之百是一样 失去准度 那可能失去很多 或失去一点点 那这个就是模糊 要把那个imprecisely 来一个架构 所以等于说 我前提是一个A' 那再加上一个 那个Premise 2 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 模糊的一个 推论的一个东西 这样 那我就可以推出一个什么样 近视另外一个概念 Why is B'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头痛点 就是说A'跟A的关系 那B跟B'的关系 那这就是后面 我们要来讲解 整个模糊理论的 另外一个 G Linguished Variable之后 很重要的概念在这里 所以这里就上面 我就弄一个 pop up window出来 the closer the A' to A 就像A'跟A接近 因为人常常会讲话 会失准 就像说你今天讲话 可能到明天讲 可能会有百分之几 会不准 会没法precisely 那the closer the B' to B 就让他们之间 有一定怎么样 一定的那一个 这个imprecise的观念 但是也不能够离到 逻辑完全是不合 乱七八糟也不行 那这样人类就可以允许 某一部分的不准 然后还可以推论出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这边要讲的 那这个图 我画了大半天 把前面图再重新画过来 那还是不好画 就这边 我大概先讲一下 那后面还会再做 更精准的说明 这是第二节 我先把一些观念铺陈出来 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刚刚讲过说 第二条 那个premise 二有没有 所以这条就是我第二条的premise 那前面也花很多力量 去讲解这一块 这一块前面 花很多力量 有没有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fugly relation 这是一个fugly relation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fugly relation 那也讲过说 fugly set fugly relation 跟membership function 它是一体的三面 讲过了 那刚刚这个 这个等于是premise 有没有 二 那这个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的premise 一 你可以看到 它有它的一个 一个membership function 所以这是我的 念这premise 我再查一下字典 常常我们会讲出来 讲不好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我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我这个conclusion 得到我的conclusion 有没有 conclusion这样 它就有这样一个结构 那中间详细的计算 后面会在这一张 会全部跟各位讲解清楚 讲解清楚这样 所以原则上 这个是怎样 这个是in怎么样 以u1乘上u2 我这个画得不好 进去 这个慢慢来慢慢来 好 橡皮砂把它擦干净一点 我再重新来一次 那我要讲的观念 就是说 它是在u1乘上u2 所以势必 你先铺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观念很重要 也就是说 我x is a1 它是一维 那x也很可能向量 我们先把它看作一维好了 那它要跟一个二维东西来做 那就前面讲过 说要做什么 要做原柱扩张 那原柱扩张 就跟它进到同一个空间的 那个u1乘上u2 那原柱扩张 变成黑色那一块 再把它投影到u2上面去 就是说那时候投影 所以这些细节后面会再讲 现在先一开始 先刚开始看一下 那这个呢 在很多课本里面都没讲过 我就把它叫做知识结构 也就是说 这个fari rule 形成一个知识 一个知识 那这个结构可以拿来 被我们用 那另外一个模式 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刚刚讲过说 前面是那个 现在是换torrent 所以这个torrent就是 这个就比较不少 不用了 比较不用 你可以看到 y is b' 最后推到x is a' 那这个三段式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平常比较不用这个东西 就是说x is a 那你要注意哦 它这里的话怎么样 它这里是有一个不精准 有没有看到 不精准 那刚刚前面的 这个6自1的话 是很精准的 传统的逻辑 传统逻辑很精准 所以这边有它的 不精准的逻辑出来 我们就看过去就好了 所以这一节 就比较相对的简单 那我要讲的观点 就是说 它把前面的那一个 整个推论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是把前提 用p来推论那块 它会变成说 一个不精准的现象 变成x is a' 然后呢 x is a' 这个y is b 推到后来 y is b' 就是说进来的 变成不精准 那出去不精准 那不精准并不是说 真的不精准 是因为人类去描述 某些现象 可能跟这个系统里面的知识 可能有70%或80%的雷同 然后进去去做比对 做计算 那得到一个 比较近似雷同的 一个output y is b'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所以the intuitive criteria 就直觉的判断 怎么样 not necessarily and completely true 就是说我们真正 我们的空间 并不是真正非常的需要 百分之百需要 你可能是70%或80%的需要 或者没有很完 完完整整是真的 真的这样 所以for a particular choice of the fuzzy set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在针对这整个的一个 特定的模糊机合的选择的时候 你会发现 感觉又很对 又感觉不对 感觉很需要 感觉不需要 那这个就要靠我们的整个 后续的做研究的能量 还帮我累积很多的 那一个设计模型 来做一个学习 跟做一个必进 这样或来用它来套用 所以因此 some approach made the reasoning as or propose to give better design 我们就是要给一个 better design 让它更接近人类 human being的一个思维 所以更像人类的思维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人工智慧 这里是最像 人类的那种逻辑 的一个思维 能够把它变成 好的一个计算模式 才是我们最重要 so they can be viewed as a guideline in designing specific specific 这一个inference 也就是说你会针对 人类的思维 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更精准的 各不同变化的一个 怎么样 一个的一个 这个interface 就像说我们准备考试 有大方向一样 可能细节不一样 比如你准备果文 准备英文 这跟准备数学 准备物理 准备化学 大方向的读书方向 很多是一样 但是细节 就准备数学 跟准备英文 有可能就不太一样 数学纯粹用背得完蛋 完蛋 那当然英文也不是 纯粹用背得 英文有很多 它的那个文化的哲理 你要弄懂它 来做一个架构 所以它大方向 有很多是一样的 但是研究它 会有不同的一个部分 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最后你必须要 给出一个思维的 近视框架 来这个模拟 你要觉得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 所以how to determine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of the manaphaji proposition in the conclusion given those in the premises 就是说我到底 我要做一个 模糊推论的一个 结论结果 那前面到底 要提供我们哪些什么 所以我们到了第七章 第八章 会讲一个叫evidence evidence就是一个 证据线索 那证据线索 这个时候 那时候我们会讲说 我需要怎么样 要把它 这一个fazify 模糊化 变成我们系统 可以玩的东西 那进去让它推论 推论 所以这种种的部分 那到后来出来的话 还是一个模糊机 我要让它怎么样 defazify 变成我们 这个人的正常的 一个 看得懂的 这个报表 那这个我们在第八章 会全部讲完 会讲完这样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到第六章 所以我会一路的 开始做一些预告 所以 光价决定有去哲理 那这个哲理当然就是 在我们的fazify的这边 有一个很棒的 一个理论这样 好 所以前面讲的这个premises 跟这个conclusion的关联性 这个都是我们在建制系统 建制系统 所以要花很多力量 来处理的一个工作 这样 好 所以这样就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了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那等于说 这一节最主要就是 把那个 刚刚讲过说 x is a' 整个变一个 不精准的东西 把它纳进来 然后能够透过 x is a y is b 可以推出怎样 y is b' 那这个a' 是我从外面抓到的 那b'就是我要提供人家 我最后的推论出来的 一个样子 好 那这一节呢 大概也是先这样 来做一个结束